孩子为什么要到医院来 那就说我们孩子有几种可能 到了医院来找的就是专家 找的是我们医生 什么叫医者 一个好的医生 一个名医 最重要的首先是 他的医德是最好的 其次是他的技术是最高的 只有这样 才能把我们的工作去做好 我们有一句话 说现在当医生难 然后呢当儿科医生 更难 因为我们面对的孩子 他不会表述 因为我们所面对的 这个疾病 我们的经验积累 需要时间很长 因为它是什么实践学 大家知道 我们在2016年的 整个统计当中 那么全国的儿科医生 大概是在13万 0到14岁的孩子 是2.6个亿 也就是说呢 对于儿科医生来讲 我们医生跟病人的 这种比例 儿科医生是最少的 大家觉得 现在就医环境不好 认为呢 我们整个医患关系不好 我们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是共同医护 我们是一体 加上病人 我们是共同面对疾病的 所以这个关系必须好 不能不好 如果不好的话 我们病就治不好 这是关键问题 所以我在想 作为一个医生 我们病人 能够把生命都交给你 那么大家去想象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比生命 更重要的吗 没有 所以说 病人对医生的信任 是至高无上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